我这内饰也有点太浮夸了吧 2023年特别恐怖的一件事 是所有的自主品牌 都把自己的当达紧凑及SUV价格 做到了15万元以内 先上市的还是好 肯定会占便宜一些嘛 那后上市的多少 会有一些让人牵着鼻子走 一方面呢你得兼顾自己的价格 另外一方面你还不能因为降价了 去耽误自己的产品实力 所以今天咱们一起来检验一台 入门价格只需要不到12万 就能提走的紧凑及SUV 到底合不合格 瑞兰7 紧凑及SUV把车身造型 做成轿跑的其实并不太多 那为了审美的协调 你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尺寸和视觉宽度 才可以 但这台瑞兰7其实就很聪明 前灯主向后延展 后尾灯往前提 再加上塞住三角窗足够的锋利 那这台车从侧面的比例去看 一点都不臃肿 又特别有攻击性 前辆造型相对来讲就温柔很多了 大灯和日行灯是分体的一个结构 贯穿日行灯并没有像市面上 其他车型一样做成那种一条直线 而是有两个小小的仰角的 你们天天都喊着视觉疲劳 行 给你换换口味就是了嘛 车尾的造型和前辆有很好的一个呼应 那老牌新势力那几家确实够简洁 但你们不觉得有点太途省事了吗 所以瑞兰7也是采用了这种贯穿的尾灯 但是在两侧的造型和整体的厚度上 会让人觉得视觉没有那么单调了 算是一种审美的调剂 大溜背的那个头顶 有两个很小的定峰尾翼 整台车的风阻系数只有0.238 你别看这是一个新品牌 但吉利的造车底蕴呢 真的不是盖的 得补充一句啊 风阻系数现在都已经开始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了 一是风阻系数对于新能源车型确实太重要了 二现在的车那是真的卷啊 尺寸上面是标准的一个紧凑级的SUV 但是轴距可不短 2775毫米 一家屋口肯定是够用了 我确实没想到啊 一台车的外观和内饰风格差异能有这么大 外表还算稳重温馨吧 内饰颜色这也太跳脱了 双拼色还是一个薄荷兰 顶棚全是这种短番茅 这谁看了谁不迷啊 正案板好像是飞机的那个HUD 又能规避阳光的直射 还不阻碍前方的一个视野 那整个中控的布局其实是很像新势力造型风格的 但是配置真的很顶 首先是前面的ARHUD 投射面积50英寸 最远投射距离25米 而且眼球视觉上是没有什么眩晕感的 其次就是这块15.4英寸的中控屏 里边的芯片叫龙鹰一号 出自新勤科技 是我们国产芯片里边第一枚7纳米制成的车轨级芯片 今年年初的时候才量产上车的 你必须要承认 现如今的Made in China真的太牛了 我们再也不会被海外企业卡脖子了 功能速度真的都没得说 如果非让我鸡蛋里挑骨头的话 我觉得可能未来OTA升级之后 可以优化一下UI界面 但是它的区块分布倒是很清晰 二级菜单也没有那么繁琐 最后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座椅 它的填充物不是那种很厚是绵软的 但实际的乘坐体感是那种很有韧劲的 就是对你整个躯干身体是有承托的 包括肩膀腰部以及大腿两侧 都有明显的这种包裹的设计 再加上短帆毛的这种摩擦力会更强 今天重庆跑山就烤塌了 结论先行啊 这台瑞兰7真的挺猛的 你别看它就是一个180千瓦的单点机 但是扭矩来到了385牛米 再加上纯电的一个特性 尤其是起步的那一瞬间 所有的动力储备全都给你释放出来了 往前弹的特别的猛 0到50公里的每小时加速时间就是2.8秒 你说这是不是一台红绿灯起步完了 当然这台车的电池包不算特别大 68度的电 续航最高是605公里 电耗差不多在百公里12度电左右 今天我们这台高配版本的车呢 是前麦不逊后五连杆的独悬 高速状态下的支撑性不错 没有明显的那种上下起伏的颠簸感 过减速带传递到座舱的颠簸也不算是很硬的 盘山公路上面的侧面支撑很到位 但是两个低配版本的后悬架是扭力量的 可能在实际乘坐体感上会不如高配版本的车型 还有一点是必须要提的 就是瑞兰7真的是第一台把激光雷达装到了20万以内车型上的 要我说这就有点真的卷过头了 你不给魏小李以后加价的余地了呀兄弟 但是激光雷达的版本可能得稍微再等一下 最快年底吧就会上市 那时候什么高速的NOP啊 城市的NOV啊就都能实现了 我们今天也没能潜藏到这台车基础L2级别的驾驶辅助功能 还不是一台最终的商品车 所以呢好饭别怕晚 咱们可以再搞一次NOA打横屏 等激光雷达上市 其实中国新能源的下半场有多难打 你别说品牌自己了 消费者们都门清得很 手里边攥着15万块钱 我给谁不是给呀 凭什么拿走对方兜里的钱 凭破圈 站在价格站的风口浪尖 又要经济实惠 同时还不能减配 这才是让消费者觉得值 的产品 我特别喜欢一个月前 锐兰7上市的时候 军作说的一句话 锐兰7卷嘛 当然卷了 但它是在用真仇卷一切 我是达尔兄 拜拜